一个身材矮小的女人,在他们劳动的田地里,抓出了一个男人,随后在其他民兵的帮助下,将塑料袋罩在了男人的头上,接下来的时间里,那个男人再也没有出现,或许在这里,就那个男人的尸体,可是那个对于其他人的事情,这个衣衫蓝绿的男人并不在乎,他在乎的只有一个,离开这里,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这个衣衫蓝绿的男人叫做狼,他是一个柬埔寨人,在红色高棉的统治开始之前, 他从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过上这样地域般的生活,毕竟在那之前,他凭借自己优秀的语言天赋,学会了英语,是一个美国战地记者的随身翻译,有美国人的保护,他的生活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但也算得上有滋有味,自己也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可是随着美国的撤军,红色高棉的觉醒,一切都变了,不久之前,美国的战地记者罗恩再一次来到了柬埔寨,他下飞机安顿好自己的行李之后, 马不停蹄地来到了咖啡厅,他在等狼,可是狼的人还没有到,意外却先一步到了,一辆摩托车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之后就是剧烈的爆炸,冲击波震倒了许多人,但是在这一刻,罗恩的同事最先想到的事情居然是拍照,毕竟这是一个记者的本能, 看着满地的残渠,凌乱的地面,以及四散奔逃的人群,罗恩有一点不知所措,他是一个战地记者,但是这里的混乱是他没有想到的,但是在混乱的人群中,狼终于是跑了过来,他本来是要去机场接罗恩的,但是因为一些事情耽误了,等他赶到的时候,罗恩打车走了,不过在这个时候赶到,到事也不算太晚, 不过他给罗恩提供了一个极其有价值的情报,美国的部队才向着大城市投放炸弹,这绝对是一个重磅的消息,罗恩顾不得和自己的同事告别,就匆匆地跟着狼离去了,他想要搭乘军队的飞机到那个被投弹的城市去,可是军队对他根本不予理睬,那里已经封锁了,谁都过不去,他想找军官了解详情,但是军官说来说去只有四个字,无可奉告,无奈之下,罗恩只能自己想办法了,他找到了一条船, 大人在晚上送他们离开,刚好他携带的东西也不够,正好回到酒店去取一些东西,从自己的酒店的同事那里,他终于知道了事情的部分真相,美国空军把攻击坐标搞混乱,在市中心的归航坐标,投下了整个B2轰炸机的载弹,据说已经造成了数百人死亡,这是一个丑闻,没有人想要发出去,并且现在也没有人在意这个,所有人都在关注一个问题,红色糕棉会不会打到自己这里, 其实看起来还是比较紧张的,毕竟自己已经有好几个星期都没有喝到啤酒了,这就是美国人,打仗的时候,冰淇淋,口香糖,可乐啤酒一样不能少,不然就没法打仗,而就在这天夜里,带上了装备,还随身物品的罗恩和狼顺利的登上了船只,来到了那个被轰炸的城市,这里的一切对于罗恩来说,就像是地狱般的景象, 到处都是尸体,到处都是无家可归的人,在这里,罗恩甚至还遇到了屠杀民众的红色糕棉成员,看着两个即将被杀死的人,罗恩举起了相机,试图用这样的方式将这两个人从红色糕棉的手中拯救过来,但是,他们还是低估了这群红色糕棉, 那些士兵看到举起相机的罗恩后,一点尊重都没有,或是他放下自己的相机,并且强行将罗恩和狼带上了自己的车,就这样,罗恩和狼被带到了红色糕棉集中营里,他们被收走了所有的东西,但是并没有伤害他们的性命,而且在这里,罗恩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如果自己不听这些人的话,真的可能会死,不过事情很快迎来了转机,美国军方为了掩饰自己的失误,将整个记者团队都带了过来, 试图捏造一篇虚拟的报道,来蒙蔽大众的眼睛,而罗恩自然也就被释放了,不过他很生气,但是他无能为力,自己一个人的报道,真的可以对抗军方和那么多同事吗,他不知道,当狼再次从酒店的床上醒来的时候,狼告诉他,他的妻子很担心,因为据说所有的记者都要撤离金边了,这似乎意味着金边即将沦陷,狼想知道罗恩准备怎么办,但是罗恩的态度很坚定,即使是只剩下自己一个人, 他也要在这里继续下去,情况很快就恶化了起来,红色高棉正在冲击公路,一旦他们占领了公路,那么整个金边的沦陷将近在眼前,事情渐渐的才向着不可控的方向转移,可是这个时候,金边的军队在干嘛呢? 他们全都牵缩在了大后方的仓库里,喝着美国人的可口可乐,而对于红色高棉的冲击,他们的抵抗显得是那么的微弱,毕竟更多的军人是在听说红色高棉来到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撤离,至于那些平民,他们才不管了呢,而回到了酒店的罗恩,发现所有人都在准备撤离的事情,就连大使馆的人也在撤离,罗恩也明白,如果这里被占领,死去的人将会是一个天文数字, 所以他认真地询问了自己的翻译狼,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要离开还是要留下,在经历了一番挣扎之后,狼还是决定留下来,不过他还是将他的家人送走了,随着美国人撤离的飞机一般一般地离开,美国的国旗也被降下,可是眼看已经到了最后一班航班了,狼还是没有消息,但是好在最后时刻,他们赶到了,看着载着自己亲人的直升机冲天而起,狼的心理说不出的复杂,如果他愿意, 其实他也可以离开,但是他曾经答应了罗恩,同时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记者,有留下来的必要,没有了美国人,金边很快就被红色高棉攻占了,所有人都在路上欢呼,他们废物,和平的时刻终于到了,可是真相永远都不在大街上,而在医院里,狼突然感觉到,或许自己期盼已久的和平并没有到来,事实证明,他的直觉是对的,就在他们想要离开医院的时候,红色高棉的装甲车已经开了过来,他们不得不再次 倒回了医院中,可这一到,他们再也没能安然无恙的出来,红色高棉的人很快就逮捕了他们,而他们将被带到哪里去,没人说得清楚,危机来的永远比想象的要更快,他们很快就被带到了红色高棉的一处集中营,他们所有的东西都被收走,期间,一些俘虏更是直接被枪杀,不要相信在这里,美国人的身份可以庇护他们,毕竟那些士兵 是连护照拿反都不知道的人,在这里,他们随时可能面临生命危险,罗恩竟然看到一个士兵,拿着一个被步枪穿着的苹果,递到了那些俘虏人的面前 而只要有人想要咬这个苹果,结局只能是此,这里到处都是尸体,多上他们几具宠物也是正查的 不过在狼的努力游说下,罗恩和其他几个被抓的美国人都被放走了,可是,他们已经不能留在金边这个城市里了 红色高棉发动了所谓的去城市化运动,几乎将所有城市里的人都赶到了乡下去参加劳作 一座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英雄生是被红色高棉整的,就剩下了不到三万人 而在大批民众向农村转移的时候,单单因为赶路死去了数万人 如果说这座城市中还有一个安全的地方,恐怕就是法国大使馆了 柬埔寨曾经是法国殖民地,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法国大使馆才能暂时维持和平 但是随着红色高棉的势力越来越大,法国大使馆渐渐地也顶不住压力了 每天都有曾经在金边政府机构工作的人员被送出门 而这些被送出去的人们,能有几个活下来,根本没有人知道 毕竟在这个自顾不暇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去为别人嘲笑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离开的人越来越多了 而随着压力越来越大,红色高棉要求所有的柬埔寨人都离开法国大使馆 而对于卢恩来说,这意味着狼必须要离开这里了 可是这个时候离开,就意味着死亡 尤其是狼这样的记者,他们必须想办法让狼留在这里 这时候,一个美国人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现在手上有两本护照 虽然一本快要过期了,但是只要贴上狼的照片 说不定就可以让狼留在这里了 说干就干,他们立刻开始给狼拍摄照片 但是这个时候,狼已经没有退路了 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 终于,在经历了一次次失败之后 他们终于做出了一张可以使用的照片 正当所有人都以为成功的时候 狼的护照就被退了回来 那张照片还是失效了 他们能找到的显像值实在是太差了 狼只能选择离开这里了 所有人都知道,和狼的分别极有可能是一次永别 罗恩顺利地回到了美国 但是,他一直没有选择放弃寻找狼的踪迹 而在一次次的报道中,他不断地搜寻着狼的名字 他希望自己可以找到狼 但是,他又害怕自己见到狼的名字的时候 是在死亡名单上 而这个时候的狼,正在柬埔寨为了活下去而努力 在红色高棉的监督下 他们每天做着繁重的体力劳动 为了活下去,他寻找着任何可以吃的东西 可是对于红色高棉来说 他们需要的只是忠诚 绝对地忠诚 除了他们的安卡,不需要拥有其他的信仰 他们只能爱安卡,也只能信任安卡 至于粮食,虽然短缺 但是,他们不允许种植任何可以使用的东西 人一个接着一个的消失 狼不敢去管,也不能去管 还要活下去 为了活下去,狼甚至冒着生命危险 偷偷地去牛棚里割开牛的皮肤和牛血 没有丝毫的意外,他被抓住了 不过,他没有被杀死 只是像一头畜生一样被绑在树上 这样的日子,他不知道还要过多久 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杀死 而当天,他看到了一个一起工作的人被杀死之后 他决定逃走 他就像一条鳄鱼一样,潜伏在水田里 悄悄地向着外面游去 他穿过了树林,穿过了七十地 终于是来到了一处人家 这是一个红色高棉的军官家庭 他在这里作用人 当然,这个军官也怀疑过狼的身份 因为从狼的一举一动中 他似乎都感觉得到狼不是一个普通的柬埔寨人 他懂得很多 可是他每一次试探狼的时候 却总是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狼是一个聪明人 聪明到他知道如何装傻充愣 但是时间长了 终是会露出马脚的 在一次偷听广播的时候 狼被发现了 但是这个军官没有为难他 因为他知道 按照安卡如今的所作所为 早晚会失去人们的信任 到时候自己肯定是难逃一劫 而他也看得出来 狼的为人不错 他希望在自己倒台之后 狼可以照顾他的孩子 而一切都如同这个军官预料的一样 红色高棉的大势已去 在军官将自己的孩子托付给了狼以后 他开始试图去阻止那些残暴的红色高棉 可是那些人根本不听任何的话语 抬手就是一枪 军官死了 而狼则带着军官的孩子 和一部分无辜的人开始逃离 他们有军官给的地图 顺着地图他们一路上东躲西藏的 向着泰国的边境走去 可是这一路上危机重重 他还是没有保护好那个军官的孩子 再一次地雷的爆炸 那个孩子死了 而最终 他们一个队伍也只剩下了狼一个人 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 狼终于是到了一个红十字会的据点 而狼在这里的消息 很快也传到了罗恩那里 自从回到自己的国家之后 罗恩依靠当地和狼一起拍摄的那些照片和视频 作为素材 一举夺得了多项大响 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大记者 可是他从来没有忘记过狼 在每一次的记者会上 他都毫不吝啬地夸赞狼 而为了找到狼 他几乎求遍了每一个人 用狼的照片的资料 他发出了五百份 红十字会 军队 民间机构 他已经想不到还有哪些人可以发了 可是到头来 还是石沉大海 没有任何的消息 但是 就在他几乎已经绝望的时候 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告诉他 有人找到了狼 而收到这消息的罗恩 没有任何的犹豫 即刻出发 来到了狼的所在地 许久未见的两人 终于拥抱在了一起 很快 狼就跟随罗恩 一起回到了美国 见到了自己许久未见的家人 狼的故事结束了 但是柬埔寨的苦难 仍旧在继续 战乱依旧在这个国家肆虐 很难想象 与我们接壤的国家 不与我们有如此大的差异 但是正如人们所说 当你在享受所谓的四月静好的时候 是有些人将那些黑暗 挡在了你看不到的地方 我们为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而自豪